大家好,欢迎来到千锋教育云议算学院,我是大强哥 咱们这节课呢,讲解咱们运维课程里边的运维安全啊 那么我们这个运维安全呢 在讲解之前,首先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 跟安全跟运维相关的这么几个方向啊 那么这几个方向呢,分别对应着几个岗位 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运维安全的岗位 第二个呢,是安全运维 第三个是应用运维安全 首先,我们有单独的运维方向 有单独的安全方向 当然还有单独的这个业务方向 那么我们这几个岗位呢,全部都是因为这几个方向啊 它相互交融,中间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重合的工作 所以才渐渐的形成了这三个岗位 那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运维加安全 我们看到这个岗位呢,它是运维放在前面 安全放在后边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以运维为主 在运维的基础上呢,去做一些跟安全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这个运维安全啊 它研究的主要是与运维相关的安全问题的一个发现 分析,阻断 比如说我们操作系统 或者是应用版本的一个漏洞 然后访问控制的漏洞 DDS攻击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呢 是由我们运维安全岗位的这个员工来做的啊 那么我们从企业架构上来讲 它通常是属于运维部门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基础架构部门啊 然后我们运维安全工程师的一个专业序列呢 它一般是属于运维工程师 那么第二个岗位呢 我们称之为安全运维 这个安全运维啊 它就是安全加运维 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工作是安全啊 当然我们这个不是什么呢 不是专业的说什么纯安全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安全系统 或者是安全设备的一个运维工作啊 跟咱们的纯网络安全 它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防火墙漏洞洞扫描器的维护 然后漏洞挖掘应急响应 等等 这些工作呢 都是由我们安全运维来做的 很明显这个安全运维呢 它是属于安全部门旗下的啊 然后安全运维工程师的专业序列呢 也是属于安全工程师的 也就是说这个岗位 其实跟咱们现在学的这个云计算 运维啊 其实是关系不大啊 它是一个专门的岗位 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 第三个呢 就是应用运维安全 这个应用运维安全呢 它是业务加运维加安全 这个跟咱们上边两个呀 就差别就更大了 它主要这个研究的是什么呢 研究的是业务上的运维员安全 主要包括安全风险评估 安全方案规划设计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落地 那么从组织架构上来讲呢 这个岗位它是属于 安全部门的啊 也有属于业务部门的 对应的序列呢 也是啊 有属于安全工程师的啊 也有属于开发工程师的 这个要看不同的公司啊 对这个岗位的一个不同的定位 那么我们刚才通过对比这三个岗位哈 我们就非常明确了咱们的这个运维安全 该研究的领域和岗位职责 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特别感兴趣说 为什么这个运维安全现在这么火啊 这么火呢 还是因为有需求 为什么有需求呢 这个要从这个2013年到2014年 这一年开始说起哈 我们说这个2013年到2014年呢 它是运维安全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这两年呢 很多这个互联网 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这个应用 都被爆出了 就特别厉害的这种漏洞 然后或者是被攻击了 比如说这个S2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那么受到这个S2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攻击的网站呢 有很多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 一些大网站 比如说像这个京东啊 一号店啊 淘宝啊 等等这些哈 都是咱们平常经常见的一些 大的公司的一些大网站 那么他们呢 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光是在人力物力上 包括财力上 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哈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OpenSSL心脏滴血 那么这个是跟S2一样 杀伤力特别大哈 在全球范围内都影响特别大 然后再一个就是Xcode开发的这个 LSAPP 那么在APPSTAR上 Top5000应用里边就有76款 就被感染了这个木马 那么后来发现这个罪扣祸首呢 是开发人员从其他的这个渠道哈 下载Xcode开发环境导致的 就是官方的本身会有Xcode开发环境的一个提供 但是有很多开发者呢 没有使用 那就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他开发的这个APP呢 感染了这个木马 好 然后第二个大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运位安全啊 它的漏洞占比特别明显 我们这边借用的是2016年的一个CNVD的一个统计哈 那据这个根据这个统计来看呢 跟运位安全相关的这个网络设备的漏洞和操作系统的漏洞呢 占比超过20% 然后加上这个应用程序漏洞中包括的这个各种应用版本的漏洞 啊 全部都是什么的 全部也是属于我们运位安全方向的这个同事该做的事 该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运位安全漏洞占比特别明显啊 特别明显 OK然后第三大点呢 就是运位安全的这个漏洞利用性价比比较高 啊 怎么说呢 所谓的性价比其实大家都明白好我要去买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又好用又便宜 这个就叫性价比高是吧 那对于我们这个运位安全的漏洞来讲呢 这个漏洞很简单啊 破坏性又大 那这样的漏洞呢我们就称它为利用性价比比较高 那在这一块呢 啊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ROI 非常高 这个所谓的ROI呢 指的就是投入小 容易发现 啊 然后造成的危害又特别大 那微软有一个叫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DR EAD的模型啊 这个所谓的ER DR EAD 啊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三种不同的 漏洞啊 或者是漏洞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种类 啊 然后我们取的是它这个漏洞种类名称的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符啊 然后它的级别呢 我们分分它分成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那像我们这个我们只说这个高级别的啊 比如说这个高级别的漏洞啊 它能够让攻击者呢 获取完整的验证权限 然后可以让攻击者去执行管理员的操作 然后非法上传文件 第二个呢 就是攻击者可以随意再次攻击 啊 不是说你攻击一次之后啊 它就不会再攻击你了 可以再次利用 再就是初学者可以在短期内啊 就能掌握 然后呢 所有的用户 默认配置 关键用户 它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泄露 最后一个就是漏洞特别明显 然后攻击条件呢 也特别容易获得 啊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运维安全的漏洞呢 差不多都有什么呢 差不多都有 这五种特性啊 差不多都有这五种特性 那所以呢 我们说它的这个ROI非常高 OK 那么咱们这节课呢 就大概的说了一下什么呢 说了一下咱们的这个运维安全 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啊 下节课啊 咱们去讲一下常见的运维安全漏袭 也就是我们运维工程师呢 在工作当中经常去忽略的一些事情 啊 往往一些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啊 都是我们不经意间啊 这个完成的啊 然后对你公司的业务啊 或者是这个钱财啊 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 咱们下节课再说哈 咱们这节课先再见